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但这个问题可能对你的性格有挑战性 假设说你在一个看热闹的一个 非常拥挤的人群里边 结果呢有一个人呢 非常明显的清晰的捏了一下你的屁股 而这个时候呢你还走不了逃不掉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反应怎么做 首先呢我敢肯定的是 我绝对不会捏回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可能会非常严肃的就是跟他说 我说无论你有什么目的 请不要再这样干了 就这样 其实我们最开头啊 对这个东青的想法 是他一个没有主见的 让妈妈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 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他的底线的 很多表面上像他这么苍白少年 非常柔弱的一个男孩 可能就算了就过去了 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想要逃 或者回避的一个态度 反而是直面对方 他说他敢于直面对方 直接去对应 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 有他自己的内心的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 我们应该给他鼓个掌 不过那个浩洋 我想说有一个问题啊 人家你要知道 首先他父母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他父母是有 非常有教养的 非常有文化 气底蕴的人 他听父母的没有什么错误 对吧 你从他的这个穿着打扮 和他的言谈举止来讲 他的家教是非常好的 父母给他 他很多的帮助跟支持 所以说我说在这一点上来讲 不见得听了父母的话 就是错误的 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舞台上 有好多其实能力 特别平庸的小孩 就因为家教好 他最后获得了很多老板的欢迎 对我特别同意 他非常的 他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在这个东青身上 能够表现出 我们传统文化的那种魅力 实际上他现在是 已经成熟了 应该能够走出 他的父母的这个影子 比那些莽撞的 这个冲撞的 这种走法要强的多 侯总你再说 就这样过了 我感觉在看一个伟人了已经 我认同他应该听母亲的话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我觉得你的刚才那个捧 对 不断往上 这是一种现象 往云端生腾 生腾到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落地了 我并没说 他已经做到了什么 我本来同意你的话 就是说我们不是反对听妈妈的话 我们是反对没有原则的 听父母的话的那种小孩子 那种小孩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但是东青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 非常好 不是 我觉得东青的背后 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教育 对一个孩子的深深的影响 其实我刚才想泡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有舞台这样的表现 你会觉得你妈妈带给你 最深的最好的影响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妈妈给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说她一直告诉我 为人要正直 但是说实话 小时候用正直两个词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直 于是她用了另一种教育方式 就是告诉我说 这些事是你绝对不能去做的 这些事是你绝对不能去做的 还有就是我妈妈给我带来那种 就是那种干劲 因为我妈妈她的腰不是累坏的吗 所以说她可能鼓子里带有那种 她执着于这件事情 然后就算是 一定要做成 对就这种感觉 我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妈妈 而我的爸爸呢 我觉得就是 他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勇气 其实单纯的我妈妈 如果和我说站在这个舞台 我还是不太敢 但是我爸爸也鼓励我说 就说儿子你到底有什么怕的 大不了不就是丢一回人吗 你至少比那些不敢上来的人强 其实我们不能否认说 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这是一种有好的 但也有它有缺点的地方 有活力的那种 离经叛道的 也有好有缺点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始终有一点 无论是哪种教育方式 都跨不过去的 就是父母一定要教会孩子 两个字责任 他身上其实最优点的是 责任这两个字 并不是说他听妈妈的话 他站在这儿 我就感觉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和行为 他都是负责任的 这就是好的 但至于其他的方面 我们不必过于的褒奖 也没有必要过于的去贬罚 每个孩子为自己说出的话 自己做出的事 你都要为此而付出 你自己的责任和代价 这就可以了 来第二轮选择 虚贺率 还有九盏灯 侯学军提供岗位 我给你的职位是 市场部的营销策划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东方英总部 人力招聘专员的这个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 做人力资源部这样的一个招聘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我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的行政 今天你在台上所呈现出来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我都喜欢 我对你非常的满意 我最生生薯条提供给你的职位呢 是行政经理助理 如果你觉得这个岗位 你觉得不好 还有其他很多的岗位 让你来选择 我要定你了 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去吧 主流 我现在能力应该是不够 抓紧时间 不好意思 三面一枕 对不起 有请李群 月华 谈钱 不伤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索性问你一个问题 对这样的薪酬你是否满意 满意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索性没有问题了是吧 没 真没有问题了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六千的老板 多秒 好 把只盏灯灭了 来 思考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顶级摄影 翠生生 谢谢 再见 用四字来形容吧 受宠若惊 因为我没有想到 像我这样一个人 能得到这么多老板的认可 同时呢 我并不满足于现状 我觉得现在呢 我只是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个台阶上我还是零点 如中波所说 很多在毕业初期的时候 年轻人拥有的只是一无所有 他们挣脱的是枷锁 拥有的是自由地去尝试 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说实在话 在这旁边的求职者 只要在他这个年纪 他不肯老 他不去依赖别人不比不靠 我觉得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就是值得赞赏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点掌声 希望他能表现越来越好 谢谢 好吧 好 来 我们第一轮选择 屈活流 你看 说你的不说你的 都会留灯的 他们只是为了获取几句说话的机会而已 谢谢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你去把你的那个策划书拿上来 好 先发给他们 然后咱跳舞 跳完了舞就自然有了结果 谢谢 来 去发吧 让他们自己传队啊 这个不要你一个一个去发了 你好 麻烦传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来 你挑什么舞啊 呃 拉丁舞 说句实在话这首曲子比你跳的美 谢谢 那你能不能跳一点这个热情一点的一会吗 好 给他来点热拉一点的 我没有准备 看看他现场的发挥怎么样 我这个人最喜欢出这馊主意 谢谢 这个跳的好得多了 谢谢 来 李浩阳是号称在某一本杂志上是舞王的人啊 那天我偶尔在厕所的时候 妈喵的了一样这个大致 来 你点评一下 你家厕所还卖杂志 点评一下 那个对 我叫叫辽舞鞋的会长t 就是我觉得 他跳的一开始呢 第一首曲子时候开始特别紧张 哦 后来呢 我就冲他笑了一下 他就 مث了 你 solventuda我笑 笑的有意子 不再这样夸自己 然后呢 把这个笑容绽放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冧他就开始融入到那个舞蹈里面了 你老师的回答 你的放松是因为他的婉然一笑吗 我的放松是因为所有人给我的鼓励 你看你看你 你看 自作多情 也包括老师 自作多情 浩阳 你上去跟他跳一曲吧 我张老师 你应该动作吧 给他们一点音乐 让他们直接来 既然浩阳说自己那么牛 就跟着我走就好了 如果浩阳跳得不好 我们可以去 可以啊 可以去 两只老虎 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掌声在哪里 大妈妈 是你们有点二十年前的感觉 很大的感觉 对 老师 太好了 我在食堂里面出来的 天哪 你跳的分明是老年迪斯科 对 言归正传 说下你的策划 现在各位老板手中拿到的这个策划 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个 关于主持人大赛的策划 从初试 复试到决赛 所有的流程 包括我们的赛制赛规赞助 合同全部在这个里面 魂灰 我问你一个问题 应该这个工作很多人做吧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应该是一个团队做的 对不对 我们会有一个人员分布表 包括每个人谁做预算 包括做合同这方面 我讲的是策划 整个这个执行方案 是你一个人做的 还是很多人一起做的 团队但是是总负责 然后分工 然后整个 你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吗 60 百分之六十是你写的是吧 刚才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就是问这个报告到底是谁写的 刚才你说的是你写的 然后后来说的是百分之六十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明确的 就是活动的创意谁出的 点子你想的 对 执行是你干的吗 是 回答为什么各个老板都不要着急呢 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这两个问题 你一定要回答好 第一个就是说 在整个活动报告里边 最有创意的你做的事是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它有创意 第二个问题是 在整个活动的执行中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你是如何跨越的 希望你把这两个灵魂点出来 否则的话这个报告 就只剩一个壳和一个系统 就是这个创意点是我想的 但是我想的话 这个创意点我得去执行去实施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分工 创意点就是我觉得 作为主持人活动比赛在校园 然后我们为了就是 拉到就是足够的人群 来参加到我们的决赛 我们会让他们自己去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大来宾 然后到现场 然后进行一个互动和合作 表演形式 比如说舞蹈 就是有一个助演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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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